感谢神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神所赐福的安息日 我们非常的期待 那我们都聚集在神的圣所 来敬拜神 愿神照着我们的信心 将诸般的恩典福气 多多的赏赐给你 赏赐给我 那我们今天 要来分享 圣经们的一段话 那我们一起翻开 启示录的第十九章 启示录的第十九章 在新一圣经三百七十三面 启示录第十九章的第七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了 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的那永远的天家 那如果我们从七节继续念到第九节 你就会发现 更重要的是 我们信主了 那么在世上的生活 我们行出亦来了 将来有得救的盼望 所以第九节 天使就吩咐约翰这样说 他说你要写上凡被群赴羔羊之婚宴的是有福的 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真实就是实在 真实就是阿门 所以神所说的话 一句话都绝不会落空 我们从这里看到奇事录 可以说是预言性的灵修书 是写给我们末后的真教和的信徒 我们能够常常去读 常常去听 并且遵从其中的预言 那么让我们在今生今世能够进行 就能够得到福气 因为世界末日快到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能够怎么样 请赴群赴羊之婚宴的是有福的 不是你能够来参加 而是神怎么样 邀请你来赴这羔羊的婚宴 我们知道这讲的是什么 就是神的救恩 神捐选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享受神的救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羔羊之婚宴 天上的神将来要来引起 这羔羊的新妇 就是真教和的信徒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我们是否预备好了呢 在第七节这里说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那么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新妇指的就是真教会 所有的真教会的信徒 我们是否预备好了呢 那么到底是预备什么呢 那么第八节这里说 救蒙恩得穿光明 洁白的细玛依 这细玛依就是信徒所行的义啦 就是信徒 就是守神的道 那么成为基督的香气 让人因看见你就像看见基督一样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见 信主了 那么生命改变了 将来有得救的盼望了 重点是我们预备好了吗 我们看到主耶稣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传福音 他所面对的神预先所拣选的犹太人 我们看到许多的犹太人怎么样 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传的道 哇 那个心啊 非常的运心 不接受 所以耶稣怎么样 他就做了一个比喻 我们看马太福音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 从二十二章 在二十二章的第一节 这里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这样说 第二节 天国好比一个王 为他儿子摆设取亲的宴席 就打发仆人去 请那些被招的人来复习 他们怎么样 却都不肯来 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 你们告诉那些被招的人 我的言习已经预备好了 牛汉肥处 已经宰了 各样都齐备了 请你们来复习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 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 一个去做买卖去 其余的拿住仆人 凌路他们 就把他们给杀了 王就大怒 发兵除灭那些凶手 烧毁他们的城 于是对仆人说 喜宴已经齐备 只是所招的人不配啊 所以你们要往插入口上去 凡遇见的都招来复宴 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陆上 凡遇见的不润 善恶都招聚了来 言习上就坐满了客 王进前来 观看这些宾客 见那里有一个 没有穿礼服的 就对他说 朋友你到这里来 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以对 于是王就对使唤的人说 捆起他的手脚来 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因为被遭的人多 险上的人少 我想这一段比喻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那如果从整个前后文来看 我们看到第十五节 当时法利塞人出去 就开始商议怎么样来 就着耶稣的话怎么样 来陷害他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 可以看到 那么耶稣对那些不信的人 他做个比喻 虽然神透过了多少先知 来提醒他们 甚至于这些人 他们都不信 那耶稣也希望这些 犹太人他们能够来信 耶稣所传的救恩 可是他们运行到底 不相信 因此耶稣 他做个比喻 他说就打发了这些仆人 到大路口 岔路口 把所有的善跟恶的人 怎么样都召集过来 请他们来敷衍 请他们来敷衍 所以我们就看到 后面的这些人 就好像那些 过去不信神 不认识神的那些 那些外邦人 那么我们就看见了 福音就因此 传到了世界各地 所以我们就从 这里可以看到 一个赋宴的人 那么从这当中里面 他们都来了 也听了 就好像听到福音一样 也都听了 那也赋宴了 可是从当中有人看见了 看见什么 看见这个王的宴席当中 王会为那些来赋宴的人 准备礼服 给那些受邀的这些宾客 可是受邀的宾客 他们没有穿上王的礼服 是在当时不可能 也是根本不能进入到 这些宴会厅里面的 就像这个礼服 就像是入场卷一样 那我们看到 这个人怎么样 没有穿礼服 被人看见 从外观看出 他虽然进入到这会场来 可是他没有穿上礼服 那么不尊重 这个王他的准备 王为你准备礼服了 你为什么不穿上呢 所以王非常的生气 那么虽然参加了婚宴 那么却穿了自己的礼游 穿了自己的主观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在这里做比喻 那当这个王进来的时候 观看这些宾客 就发现那人身上 没有穿上王所发的礼服 这个礼服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从观看 观看就像是一种审判 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 几乎所有人都赴宴了 那么就这一个人 他身上没有穿上了 王所给他的礼服 那么王大怒了 叫他的仆人 把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 不尊重我的人 把他怎么样 偷出去 在门外哀哭窃窃 那我们知道这是天国的比喻 是一种比喻 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凡被请赴 高扬之婚宴的是有福的 可是当你被邀请进来了 那么我们是否真的把这件礼服给穿上了 我们是否把这件礼服给穿上了 穿上是被看见的 如果我们不穿上 那么被看到了 那么就不能甚至被赶出这个高扬的婚宴了 那到底要穿上什么礼服呢 第一个要穿上从天上来的身份 那么第二个要穿上从天上来的能力 第三个要穿上从天上来的房屋 你会讲说 怎么会穿上房屋 圣经有说 我们待会分享一下 那首先我们来讲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穿上从天上来的身份呢 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 想想看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口 那么不同的人 那么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文化 有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的国度 但是我们借着神的卷选 让我们能够同聚集在神的圣所 来敬拜神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不是你能够穿上从天上来的身份 而是神怎么样 亲自把你邀请来 不是因为你有好行为 不是因为你有能力 是因为神他怎么样 捐选我们 所以怎么样 我们应当要好好的 把从神所赐给我们的衣服 怎么样 把它好好地穿上 我记得小弟在神学院的时候 那么我做了三个对我自己的警告的梦 那么第一个梦 就是有一天 我在自于自己的房间 传到神学院的房间 那睡觉的时候 突然间睡到半夜 在梦里面 梦到有人来敲我 敲我说 袁松龙啊 来来来 你怎么把衣服穿颠倒了 后来我起来了 我一起来就看到 我穿了白色的衣服 可是我穿了白色的衣服怎么样 穿反了 穿反了 扭扣外露 穿反了 那么这个折 折一折的部分露在外面 我看了 哇 怎么这样 好羞愧啊 后来当下 我立刻告诉我这位同学 我说谢谢你告诉我 这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 当我们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身份 神的儿女 当我们拥有从天上来的身份 我们要谨慎地穿上去 要用心地穿上去 而不是只有穿上 穿上了 表面上看起来是信徒 可是却是不经心 没有用 所以当别人提醒我 说在梦里面啊 我心里面就重新来思考 感谢有人提醒我们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有一天啊 我走在这个梦里面 梦到哪里 梦到我走在这个康庄大道 哇 那个路非常的宽啊 我说我心里想 我随便走都可以走了 路太直了 又那么宽 随便走都可以走啊 后来走着走着 突然间就听到很远 从很远的地方啊 有很多的鬼啊 这些小鬼啊 从很远的地方过来 哇 呼啸而来啊 后来我听到声音啊 哇 这些小布隆东的鬼 我不害怕 哇 一个一个地 用过肩摔啊 擎拿住啊 把他们一个地落倒了 我正在确确高兴的时候 很开心的时候 我说太简单了嘛 突然间啊 从很远方的一个大鬼啊 哇 好大 好可怕的鬼啊 太有力了啊 从远方的地方呼啸而来 哇 突然间啊 哇 跑到我前面来 把我的眼皮拉开 眼皮拉开 拿了我所知道的三秒焦 各位你们知道三秒焦吗 三秒焦一年了就 黏住了啦 打不开了 就往我的眼睛里面了 一点 就一点啊 当下我觉得好痛啊 哇 眼睛张不开啦 哇 我在眼地打砖 太可怕了 虽然是康庄大道 再怎么样走都不可能迷路了 对不对 可是自以为站立得住 灵的事情 所以当下我就觉得说 哇 这个信仰的道路 真的要非常的谨慎 那么第三个梦 哇 梦到我在哪里 哦 梦到我在一棵大树啊 在一个非常大的树的下方 我在那边 哇 在那边拿起圣经来 在那边很用心地讲道 哇 哇 那讲道的时候呢 突然间我手一挥 哎呀 不得了啊 哎 我手上有一根香烟 手里拿着圣经 手上拿了一根烟 你讲天上的事 你的心 你的行为 却贪爱着世界 所以我这三个梦 对我自己来讲是 一辈子的提醒啦 好啦 所以我们要穿上那从天上来的身份 我们信主啦 信主之后 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啦 你的行为要跟所领受的恩 要相怎么样 要相称 要相称 我们看到耶稿 曾经所做的 让子回头的比喻 大家都很熟悉 对不对 让子回头的比喻 哎呀 那里的意思是要告诉谁 告诉神的儿女们 要怎么样 要及时回头 如果你回头了感谢神 我们过去不认识神 其实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说 原来这位神就是生我们的 养我们的 造我们的那位天上的神 祂跟我们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耶稣用着让子的比喻 就是希望谁 希望世人能够回头 能够回到他面前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比喻 小儿子 小儿子 他说 父亲啊 请你将我所拥有的财产 属于我的部分 赶快 赶快 赶快给我 分家产啦 大逆不大 母亲 父亲都还在 还要跟父母亲来分家产 大逆不大 后来这个父亲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 父亲 好 那没关系 那我就把你该得的部分 家业就给你 我们看到这个孩子 他有没有感恩的心 没有 他有没有想到父母亲会不会老 他没有想过 想的都是自己 所以耶稣的比喻之后 说到了这个小儿子就出去了 出去之后呢 哇 有钱的时候 很多朋友 对不对 没有钱的时候 朋友一个都不见 连蟑螂看到你都 都摇摇头就走了 哦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小儿子一出去了 哇 神让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 甚至于找工作都找不到 找工作都找不到 甚至于后来找到一个养猪的地方 养猪的工作 甚至饿到怎么样 饿到跟猪怎么样 跟猪抢那个豆甲子 真要吃的时候 他说我该这样做吗 我这样可以吗 他想了很多 哭起来了 想到什么 他说我干嘛在这里啊 我的父亲不就是那个 那个谁呢 那个财主吗 我家里不就是富有的人吗 我怎么在这里受苦呢 我为什么白白受苦呢 想着想着想着就哭起来了 想着想着就哭起来了 然后他自己心里面忏悔到底 他说我得罪了天啊 我得罪了我的父亲啊 想着想着 他说好了 我就回去了 我要找我父亲认罪 我回去 起码那边有饭吃 我不配做他的儿子了啦 好了 当他回去了 不远处 他的爸爸其实都每一天 都在等他孩子回来 哪个父亲不希望孩子回来呢 后来 我们看到这孩子回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父亲 哇 就冲过去啊 孩子说不要不要不要 因为孩子身上很臭 孩子身上有喂猪的味道 对不对 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可是父亲怎么样 来来来来 抱起来 拉过来 来了呢 把他身上的衣服换掉 把他的鞋子换掉 来来来 把我准备的戒指戴起来 这就是他原有的身份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期待 教会的信徒怎么样 希望迷失的羊能够回来 这我们看到的 耶稣期待 世人都能够回转 来到神的面前 因此 被请赴宴席的人 是有福的啦 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 都是在神的卷选 来到神的恩典里面 不是这样吗 好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到身份 身份是借着耶稣基督 他甘心的为我们受苦 他为我们牺牲 他牺牲他的性命 在伊佛所书的第一章 我们来看 伊佛所书第一章 我们知道伊佛所书 讲到的就是荣耀的教会 一个荣耀的教会 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圣命 所换来的 我们看伊佛所书的第一章 在第一章的第七节 我们借着爱子的学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 聪明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明 这里预定就是有目标的 也就是说神要赐下 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就是神自己 神自己要将他的生命 怎么样赐给世人 我说我们这位神 真的太奇妙了 把这些唯恶的世人都不要了 再重新造一群还权的人 可是我们看到神怎么样 他愿意为他自己所做的承担 人是使得神所造的 人所犯的错 神自己将他给扛起来 将他给承担起来 我们这位神是值得 他是愿意扛下所有一切的神 是蛮有公义的 是在他有蛮有慈爱的神 他绝对不是嘴巴说而已 他是造的错 是造的自己的旨意做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他造了神的预定 他为我们受死了 那想想看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能够领受从天上来的身份呢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这里保罗 叫有智慧的羞愧的羞愧 又卷选世上暖落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卷选了世上悲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些有血气的在神面前 一个也都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的 是本乎神啦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 智慧公义 圣洁跟救赎 所以呢 如今上所记得 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啦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靠着 自己的行为被称诚意 而是靠着信主的方法 所以音信诚意这么重要 好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 看到什么呢 要穿上礼服 要真的要把它穿上礼服 就是要穿上 从天上来的身份 礼服就是身份 我们看到刚刚有说了 以当时的这个婚宴 就是王会为那些 被邀请来宴客的人 为他们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这个礼服 你自己不要戴 他会为你准备礼服 礼服是什么 象征了你进去了 你是同他们一伙的 这个礼服是属于他们的 是属于王的 是一种标志 所以王一认出 这个人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不是哦 这个礼服你是从某个地方买来的 不是我们的 所以怎么样 拉出去 所以第一个 你的身上的身份 这件礼服是谁给你的 是王给你的 是神给我们的身份 所以我们要不要感谢神 要不要 要不要感谢神 要感谢神 要好好地把它给穿上去了 我们看一封所书第二章 一封所书的第二章 一封所书的第二章 第二章 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十一节 这里讲到教会是神 在基督里的一个建立 借着什么 借着在 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所建立 借着什么 借着祂的牺牲 那我们看到第十一节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就是明天那些 后来信主的这些外邦人 成为神的儿女的这些人 他说你们要去回想 你们要去感谢神 按道理来讲 你们是不配的 这里说 你们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 为什么是按着肉体是外邦人 我们知道背景就是 创世纪的第十七章 神曾经告诉年老的亚伯拉罕 神跟他口头之约 并且告诉他 你要在身上立下证据 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 割礼之约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到 从过去一直到今天的犹太人 他们都是奉行割礼这件事情 以身上的割礼怎么样 作为夸口 作为夸口 十一节 你们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 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 也因为这样 十二节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什么 是居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 你们是外邦人 你们的一生是没有神的 十三节 你们从前远离神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后来信主的外邦人 他们过去按着肉体 是不配领受这个救恩的 可是为什么后来能够领受呢 我们看到十三节 这里说如今 一个转折 一个很重要的 如今 却在耶稣基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以亲近了 亲近就是与神亲近 血的背后就是 耶稣所付出的代价 耶稣为我们舍命 耶稣为我们舍命 他愿意担负世人的罪债 我们知道耶稣是天上的神 在神 他没有任何一点的黑暗 没有任何一点的污秽 可是他借着若身的耶稣基督 道成若身 愿意担负世人的罪债 他愿意为你受责打 受痛苦 就是要赐给你平安 就是要赐给你福气 就是要赐给你救恩 虚伯来说 那你说耶稣的名 是超越所有的一切 耶稣是神跟人之间 最美的祭物 耶稣是神跟人之间 最美的宗宝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过去神卷选的犹太人 是因着神卷选的亚伯拉罕 以他利约 那么亚伯拉罕的后代 因着亚伯拉罕得福了 那今天我们后代的百姓 我们因着谁 我们这些外邦的因着谁 我们因着 感谢神 因着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 祂真的很爱我们 我们真的不忍心再犯错 把耶稣重定在十字架上 明明地羞辱 祂不要 不可以这样 好了 所以我们就从十四节 到第十八节这里说 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十五节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烟囚 就是那基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的和睦了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要建造教会 属灵的教会 祂是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 接下来祂继续又说 又将要将这两下 怎么样呢 我们看十四十六节 借在十字架上 灭了冤枢 便借着这十字架 使这两下归于一体 与神和好 十七节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 借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神的面前 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都是借着神的灵的引导 这里的两下指的是什么 这里说 近处的人跟远方的人 近处的人指的就是 神预先所拣选的犹太人 那么远方的人就是借着 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卷选过来的这些人 所以我们感不感谢神呢 感谢神呢 那十九节这样 所以他做了一个小节 保罗说什么呢 你们不再做外人了 和克里是与圣徒同国了 是神家里的什么 是神家里面的人了 是神家里面的人了 哇 不得了 如果说总统是你家里的人 你会怎么样 我总统是我的谁啊 谁啊 是我的谁啊 我们看到那些达官贵人 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心里怎么样 高兴的 更何况是天上的神 更何况是天上的神 我们能够与圣徒同国 圣徒指的就是 神预先所拣选的 这些犹太人 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二十几年 并且被建造在 使徒汉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方靠他联络得合适 见证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里讲到是什么 什么是居住的所在 指的就是属灵的教会 我们要借着圣灵建造 成为神所居住的所在 难怪保罗说 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什么 是圣灵的什么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 第十六节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好了 我们再来念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十八节 所以你们要逃避隐行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 都在生殿以外 唯有形影的是 得罪自己的身体了 岂不知你们的身体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来的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身上怎么样 荣耀神 所以以弗所书讲的 就是荣耀的教会 我们接受了神 从上头所赐给我们的 白白所领受的这个礼服 这个礼服就是救赎的礼服 就是身份 我们过去配不配得 不配得 但是我们今天配得 我们配得穿上的身份 是借着谁 借着耶稣基督 因此我们已经被邀请 赴了这个婚宴的宴席里面了 我们是否已经把 王所赐给我们的礼服 给穿上了呢 感谢神 我们信主了 我们就穿上了 那么穿上了之后呢 你要不要好好地穿 要不要好好地把它穿上 要好好地珍惜地穿上 因为你身上所穿的 那一个礼服是 耶稣用祂的宝血 所赎来的 买来的 用祂的性命 所换来的 所以我们要穿上礼服 那么要穿上 从天上来的 白白所得到的救赎 也就是身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们要穿上什么 穿上从天上来的 难力 我们看路加福音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 第24章 路加福音的第24章 路加福音的第24章 在24章的第49节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地 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存你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这里的领受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领受 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 穿上了 你要穿上 从上头来的能力 你已经穿上了 从上头来的身份了 你要把这身份 行出来不容易的 你要有好的行为 不是靠自己的方法 没有 你必须怎么样 你必须要穿 从上头来的能力 什么是上头来的能力呢 我们看使徒行传 第一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在第一章的第八节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所以 穿上 从天上来的能力 什么是天上来的能力 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 就是什么能力 圣灵的什么 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看到这个 当耶稣告诉门徒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你们要等候 应许的圣灵 所以我们看到 当时的这些教会 信徒 他们就同聚集在耶路撒冷 他们怎么样 有一百多个人 他们认真地祷告 祈求圣灵 认真地祷告 后来 神的时候到了 神就赐下了圣灵 我们看到第二章 我们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大概是在主后的三十年 第二章这里 第一节 五行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声音 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出别国的话来 什么是说出别国的话来 就是天国的声音 说出天国的语言来了 如果你注意看第四节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会照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我们很清楚知道 这里讲的就是灵言祷告 想想看 我们都被圣灵充满了 我们也说出了天国的语言了 那么这天国的语言就是神的大能 我们看到第十一节 格里底和亚拉伯人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 讲说神的大作为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见 我们信主了 我们有从天国来的身份 我们要靠着从天上来的能力 要穿上圣灵的能力 你穿上 你也能够脱下 如果你脱下了 你就没有能力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鼓励信徒 你要不断地求圣灵充满 要不断地让圣灵充满 一杯水 一杯水在这里 你可以装得很满 你喝了 没了 你不加了 就没有了 同样的 我们得了圣灵之后 我们是否常常求圣灵充满呢 还是你的器皿当中 你的活水是 要不要打掉了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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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自己不想祷告 没有了 枯干了 枯干了 就像一口井一样 里面 里面没有水了 看了 须有其表了 没有圣灵充满 怎么能够把神给你的身份 你是神给你的身份 你怎么把这身份给表现出来呢 彼得说我们是被神所拳选的主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神的百姓 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见 我们的行为 有没有把它行出来 就是要把它怎么样 穿上圣灵的能力 所以我们必须要穿 那想想看 我们有没有把它穿上 你会想说 奇怪呢 我得了圣灵之后 可是常常都没有力量 做圣工就常常去推卸 考虑的很多很多很多 从事考虑人的观感 不考虑神的观感 拜神是要想到神 怎么会想到自己呢 总是体贴自己的能力 体贴自己的暖落 拜神不可以 拜神要体贴神的想法 体贴神的心意 这个概念很重要 就是因为怎么样 我们得了圣灵了 表面上看起来 我们圣灵充满了 可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没有让它满出来 我们没有让活水的成员 在我们的腹中成为成员 只涌到永生 它是不断的 不断的 我们不是告诉末道者 不是要常常这样做吗 可是我们自己呢 我们里面呢 里面的水不见了 活水不见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太多的思虑了 没有办法怎么样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灵言祷告 很好 可是接下来呢 你灵充祷告 你求到圣灵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哪里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了 他说你要穿上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你摆在抽屉里面嘛 圣灵的能力 你摆在衣柜里面嘛 不想穿嘛 这里说你要把它穿上 穿上从上头来的能力 当你穿上上头来的能力的时候呢 有什么样的改变 有没有改变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六章 使徒行传的第六章 那里讲到当时教会发生了一个在教会的组织的管理上面的一个冲击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 那时教会的信徒多了 也有一些说西尼里人化的犹太人 向这些西伯来人来发怨言 接下来因为他们怎么样 他们发现组织有问题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谱了 十二节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 我们陪下神的道 其管理范食也是不相宜的 那么第三节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显出七个有名声 好名声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范食 所以显出的这七个人当中 这些人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管理范食的人 管理范食的人 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要有好名声 要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了 所以我们今天拣选负责人 不是他的学历多高 拜托 不是他的经验丰富 这里都没有讲 搞错了 拣选信徒的基本法制 就在这里 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 哪怕是国小毕业也没关系 对不对 搞错方向了 当然我们的经验是好的 当然我们的学历 如果好更好 让我们在事丰上有忠心 有见识 这就是什么 我们看到初级的使徒教会 在管理教会的 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法则 要拣选人 就是第一个 其中有一个就是怎么样 要圣灵充满 那问题来了 你有没有圣灵充满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 自己给自己评量 我把有关圣灵充满的经文 把它拉出来 我们去做一个类比 那你去对照自己 自己给自己评量 我真的被圣灵充满吗 好不好 你看看你心中的那个水 活水到底够不够 是少了呢 还是多了呢 不 还是满了很好 多更好 好了 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 来看到第四竹 行传的第四章 使徒行传第四章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 四章的三十一节 四章三十一节 这里三十一节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怎么样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然后呢 放胆讲论神的道 我们看到二十三节 二人既被释放 就到会友那里去 指的就是教会 回到教会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了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一的 高声的向神说 主啊你是照天地 海和其中的万物的神 以下讲了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啊 很重要的伏笔就是 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 有没有经历苦难 有 经历苦难啊 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受死啦 今天我们在教会 侍奉跟当时的使徒们 刚刚讲的 包含 这些管饭时的人 他们怎么样 非常辛苦的 很辛苦的 那我们今天 跟他们来对照来看 我们所受的苦 跟他们受的苦 其实在是没有办法比啦 真的没有办法比 包含我自己跟当时的工人来比 实在是怎么样 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面对这么多的逼迫 他们有没有害怕 没有 为什么他们没有害怕呢 31节 他们认真的祷告 他们为什么没有害怕呢 他们被圣灵充满 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怎么样 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 放胆 你为什么胆怯呢 你为什么害怕呢 为什么心中害怕呢 做神的工 神是你的靠山 你为什么暖落呢 就是因为我们心中 我们的生命的圈缘 我们不喜欢祷告 我们体贴自己的想法 我们想了很多很多的策略 我们考虑人的观感 忽略了神怎么看 我们不就是要在 敬虔上操练自己吗 要在圣灵里祷告 祷告 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带领信主 是要把信徒 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跟神之间的 祷告的时间 你要计较吗 不要计较 好好的祷告 当你遇到逼迫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 一个小时都不够 你祷告 神陪你祷告 神陪着你 你花一个小时 主耶稣就花一个小时 听你祷告 公伯 你不祷告 主耶稣还在等着你祷告 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要把我们的观念 带进来 圣耶稣教会 最大的命脉 就是圣灵里的祷告 你想要把圣灵里的祷告 拿掉吗 你会哭哭去 你就会怎么样 你的生活 生命就会胆缺了 你会害怕 那么工作的弟兄姐妹 你也有职奔的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面 舒服着人 你就会怎么样 胆缺了 什么都不敢讲 可是我们看到 当时的信徒怎么样 借着祷告 他们被圣灵充满 放谈讲论神的道 讲神的道 你不要讲人的道 这就是我们看到了 那你自己去把纲看看 我们自己的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 使徒行传的第六章 六章的第五节 使徒行传的第六章 第五节 第五节这里 我们刚刚讲到了 就是怎么样 大家都喜悦 这人就拣选了斯蒂凡 那斯蒂凡怎么样 他的行为被人看见 怎么样 大有信心 拜托啊 你说你有信心 你什么信心啊 信心在哪里 你这边有写信心啊 你信心哪给我看 在哪里 这个是信心吗 这是书啊 什么是信心 信心是很抽象的 信心是很抽象的 所以信心怎么样 透过行为 你说你有信心 你到教会来 看出你的信心 你说你病痛 神都不垂听了 可是你却不断地祷告 我看到了你的信心 主耶稣知道 所以信心是这样 蹭托出来了 教会没有人 我愿意挺身而来 我虽然家庭有困难 我以教会的圣功为重 这是什么 这就是信心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实体凡 乃是大有信心的人 大有信心 是被人所看见的 不是他自己讲 你也不要跟别人讲说 你有信心 这样很小耶 大有信心 所以说他怎么样 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继续看到 第七章的过程里面 哦 实体凡是异费自己的 他对整个圣经是很了解的 他被圣灵充满 神与他同在 我们看到第八节 实体凡满有恩惠能力 第十节 实体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我一直在揣摩什么是 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不是凭着自己来讲话 是凭着圣灵来说话 这是很特别的体验 保罗说我不在乎那 委婉的圣子 只在乎那圣灵的什么 圣灵的权能 所以我们看到第七章 看到这位死体凡怎么样 最后被活活地打死了 他大有信心 他被圣灵充满 他为主受苦 那想想看我们自己呢 我们有没有大有信心 为主受苦呢 有没有 自己去评量看看 好 再来看一个 好 我们看这个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十一章的二十四节 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 十一章的二十四节 十一章二十四节 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辅了主了 刚刚讲到 斯提凡怎么样 大有信心 为主受苦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说 巴拉巴怎么样 他大有信心 他被圣灵充满 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怎么样 放胆讲道 不畏 第二个 他圣灵充满的人怎么样 大有信心 能够甘心为主受苦 这里说到了 这个巴拉巴 大有信心 他到底是什么 大有信心呢 这里说他圆是个好人 什么是好人 好人就是 具有同理心的意思 我们看到巴拉巴 跟过去跟保罗 一起在侍奉的时候 保罗跟这个马可 在侍奉的过程上当中 当下有一些嫌隙 后来保罗想说 这个马可 我不带他了 后来那时候 马可心中也受挫了 在侍奉当中 真的很难 后来他打消了侍奉的念头 就回到哪里 回到他的家 回到了耶路撒冷 来到耶稣拉撒冷 他的家里面之后 就在这个时候 圣经没有讲多久 他的表哥 就是巴拉巴 就是这个人 巴拉巴怎么样 回去把他怎么样 跟他聊聊 关心他拍拍背 聊聊天 不知道有没有咖啡 聊聊天 聊聊天 安抚了 把他带上来 后来就投入了 教会的侍奉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巴拉巴 他原是个好人 他心中具有 相当大的同理心 我赌你啦 我赌你 我们看到这个保罗 过去就是扫罗 当他被神呼召之后 他大发热心 在大发热心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 他面对很多的操练 当时那些反对 信耶稣这道的这些 犹太人 到处都要怎么样 把这个扫罗 就是保罗给他死 把他杀了 把他杀了 后来我们看到 这个巴拉巴怎么样 应该说保罗 保罗后来怎么样 后来最后没办法 他回到自己的家 回到原点 回到信仰的原点 回到他的家 就是大树 那么回去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巴拉巴怎么样 巴拉巴后来就来到了 这个大树 把这个保罗带出来 带出来之后 跟教会彼此来认识 甚至把这个当时教会 没有办法来接受 这个过去逼迫 当时信耶稣这道的人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 他接纳了 独独保罗 接纳了 接待了 独独巴拉巴 接待了保罗 所以也因为这样 站在这个缺口 让这个保罗 后来成为教会的使徒 他写出了 让我们身为感动的 保罗的十三封书信 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 他的一生里面 他的一生当中的 最大的贵人是谁 其实看来看去 就是巴拉巴 好了 那我们去思考看看 我们是不是被圣灵充满 我们是不是大有信心 我们是不是 具有同理心 关心信徒的那一个 有吗 感谢神 感谢神 那么第三个 第三个了 第三个了 那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 第五十二节 五十二节 我们看到五十节了 但犹太人 挑索 这个 潜尽尊贵的妇女 和城中有迷惘的人 逼迫保罗和巴拉巴 将他们赶出境外 二人对着众人 跺下脚上的尘土 就往以戈念去了 门徒满心喜乐 就被圣灵充满 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怎么样 他纵使在患难当中 他也能够靠着圣灵满心喜乐 保罗把福音传到 贴撒罗尼加教会 我们看到贴撒罗尼加教会 他们经历大患难 却靠着圣灵所赐的喜乐 来面对大患难 所以你想想看 你被圣灵充满了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放胆讲道 你被圣灵充满了 你有没有大有信心 为主受苦 具有同理心呢 你被圣灵充满了 你有没有 在患难当中 却能够靠着圣灵 大大喜乐呢 最后一个 我们看一佛所书 一佛所书的第五章 自己去评量看看 一佛所书第五章 在第五章的第十五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向愚昧人 当向智慧人 这里保罗要讲什么 你信主之后 你要做一个智慧人 那做一个智慧人 你会有什么行为呢 十四十五节 你会谨慎行事 你智慧人呢 十六节你会爱惜光阴 你是智慧人呢 十七节你会明白主的旨意 如果你是一个智慧人呢 十八节你会被圣灵充满 如果你是一个智慧人呢 十九节你会常常跟神 建立亲密的关系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 十八节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弹 乃要被圣灵充满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你会思想天上的事情 不会被这世界上的事呢 误会了自己的礼服了 这是我们所看见的 所以你去想想看 我们下午再继续分享 我们要穿上 从上头来的能力 穿上就是圣灵 让我们能够不断地被圣灵充满 好 那我们上午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最后来唱诗 让我们下午文 下午文 下午文